我們確診了八宗個案 在八宗個案裏面 有七宗都是收入性個案 有一宗 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是一個 二十二歲的學生 他是浸會大學的學生 他住的地方 就是附近 花園七座 這個大廈就是較早前有 確診個案 所以都是一個 強制檢測的大廈 而找到個案 3月25日有些 流鼻水 3月18日也有回學 以及3月22日也有回學 他分別在這兩天 就去過三個大廈 就是學校的大廈回學 這三個大廈都需要接受 去過的人員 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這三個大樓就是 浸會大學的 校園傳理士藝大樓 以及 校園教學 及行政大樓 另外就是 善行校園 呂明財中心 曾經在二十一號 教過小朋友踢足球 也有些小朋友 以及其他教練 需要接受檢疫 另外 其他活動就是 跟家人吃飯 或是曾經在二十三號 跟一位朋友 在小西灣綜合大樓 打個羽毛球 其他人士 我們都在追蹤 我們手上還有四五宗 就是初步陽性的個案 這些個案 大部分都是輸入性個案 暫時沒有 沒有源頭的個案 我們在第二號